大政治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大家午安 我是王庸正 有句話說 因為很重要 所以說三次 因為不重要 所以就漏三次嗎 帕拉圭總統 他致辭講了三次蔣介石 結果三次都沒有給他 好好的翻譯出來 當外交部有說 那是疏忽 要檢討 但其實我們要告訴你 這個裡面大有玄機 是很故意 看上去我們就要講 這個翻譯是一個很專業的學問 可是怎麼會這樣子的疏忽 好 所以這個去講去講 果然是內政外交都在去講了 很徹底的去講 不過另外 我們倒是在今天節目當中 要先聊一個話題 大家今天有看到立法院嗎 打起來了 女立委發生了衝突 尤其是許淑華 狠狠的打了邱怡營一巴掌 您看得覺得如何 但是國民黨看起來 好像是真的怒了 救不救得了前瞻 我們馬上就要來討論 好 我們首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接受自信面前 謝安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前立委林育芳 大家好 國民黨 中總統府前副秘書長羅志強 大家好 中州科大副導長 歐崇慶 打午安 政治評論員鄭西成 預期又正打午安 好 今天在立法院 感覺上行國民黨是硬起來了 許淑華狠狠的打了邱怡營 把邱怡營好像都嚇了一跳 打到臉都歪了 所以佛山烏怡營腳還是有敵手 是不是看長髮 長髮跟腿髮誰比較高 對 法務烏怡營腳 是 但是問題是 我必須講 因為我看那個動作 我覺得許委員應該也不是 故意要甩他一耳光那種方式 應該是那種推擠的時候 造成的那樣的結果 我覺得可能出手一下 出手太快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當然不鼓勵打人 我覺得是這樣子 當然是不應該這樣去做 可是問題是 民進黨是不是應該要去想 到底為什麼今天會演變到 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變成為什麼立法院 每天從蔡英文上任之後 就一直在發生這些推擠 鬥毆 這種打群架的這種事情 其實就是因為很簡單 以前民進黨最喜歡講的 所謂的多處暴力 現在就在立法院 赤裸裸的上野 他們每一次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就照樣他們人多 然後就開始做這些事情 他們都忘了 以前自己在野的時候 是怎麼樣去譴責國民黨的 現在你自己 不但幹同校社 而且幹得變本加厲 什麼東西都限定日期 在哪一天以前 一定要通過 不通過就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還不叫多數暴力嗎 而且我也必須講 民進黨這一次 尤其是前瞻這一次 我覺得真的是欺人太勝 完全把國民黨當猴子在耍 然後耍完之後 還在那邊沾沾自喜 然後你們的總統科文哲 不是 柯建民還在 不好意思 柯建民還在虧國民黨 我就覺得 這個到底在幹嘛 那我也必須講 國民黨 奇怪為什麼 你們到現在都在野了 為什麼還有這麼笨 還會被人家騙 然後現在 現在 現在只好這樣子力爭反彈 但是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 至少要有動作 我覺得基本上是可取 當然不是打人的動作 我就說要去抗爭的動作 抗爭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是必須的 因為這個黨已經完全無視 全國人民的需求 也無視所有反對的聲浪有多高 他們就是一義股行 就打算要這樣做 而且把所有反對他們的人 都打成所謂的恐怖分子 叛亂分子 然後一副好像大家都要對他們 怎麼樣的樣子 你們真的是多數的民意嗎 當然以貴黨的民調中心做出來 你們大概永遠都65%到85%以上 支持率 當然可能是這樣 可是問題是 真正的民調 你們敢去面對嗎 敢去相信嗎 所以我覺得 民進黨可以繼續這樣做 沒有關係 你們會遭到更多的反撲 更多的民眾的不耐煩 到最後你們就會失去政權 民進黨不要不相信這句話 國民黨也許 不見得是終結你們的 但是我相信台灣還是有人 台灣絕對有人能夠終結你們 不要不相信這句話 我覺得話已經說到這邊 民進黨如果還一意孤行的話 我覺得這個黨就等著滅亡 該滅亡的很多 來 我們先來講 今天在立法院這個場景 為什麼會出現 許淑華甩了邱易營 一巴掌的這個畫面 主要是因為今天在搞前瞻 搞前瞻 林維州國民黨立委 就上去要發言 結果他發言的時候 就指揮藍營的立委 大家來包圍 對 包圍主席台 不要讓這個前瞻預算 有審查的空間 要守住我們的荷包錢 好啦 國民黨立委上去了 大家舉標語 在那邊退回先戰之類的 結果蘇嘉全先發難 他說你們這些人 不遵守議事規則 這樣搞下去 國家無法進步 這個時候邱易營來了 他覺得他佛山無影角很厲害 他覺得他很霸氣 他老公也很凶狠 連警察都沒放在眼裡 所以他上去 想要跟國民黨對戰 去撕人家的標語 去搶人家的標語 這個動作已經夠沒品了吧 好啦 去撕標語 人家當然要保護 就是我助理做了標語 做了一個晚上 當然不會讓你隨便被 就是你想撕就撕 因此雙方就爆發了推擊衝突 爆發了推擊衝突 結果你就看到那個畫面了 許淑華好像一巴掌 打在了邱易營臉上 但是這是暴力嗎 不見得是暴力 就算民進黨 你今天要把人家說成暴力 對不起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大家只看到那一巴掌 許淑華打了邱易營 大家看這個畫面有沒有 邱易營在這裡 許淑華在這裡 誰的手抓誰的頭髮 所以邱易營你也沒有 跑到哪裡去 所以民進黨你們今天 不要借機做文章說 國民黨要暴力 看看誰 你邱易營一樣很暴力 而且今天暴力 就是你民進黨教的 不暴力 我們能守得住我們的荷包錢 能夠幫人民發聲嗎 施誠 請問一下上一次 這個席兄許淑華是誰 叫蘇正清 蘇正清是誰 是蘇家全的侄子 上一次的畫面 大家看到沒有 然後習完胸以後 這個蔡正元批評 他是比較年紀大的陳維廷 他說我比陳維廷帥 然後他還批評取述 你說你在水面 這是他的侄子 我要講 剛剛在寒冰上講不要暴力 可是我認為 在野只有35席 不是暴力 而是動作要大 蘇家全說 叫大家不要再大聲工 我前一陣子 因為國民黨團被騙了 還跟蔣萬元委員在友台 在那邊論戰 今天他表現非常好 所以叫他不要帶大聲工 他就帶大聲工進去 你開玩笑 在野你還擔心什麼 你只有35席 你動作不大 怎麼擋得住 在這個條例審查的時候 已經錯失一招 已經被人家騙了 現在如果動作不大 大家整個對國民黨團 完全失去信心 所以今天這個場面OK的 剛剛又舉證據了 不是誰打誰的問題 是大家肢體衝突 肢體衝突本來就在野黨 我為了擋這個法案 為了擋這個預算 這個預算本來就是 傷害全民的利益 我當然要擋 對 動作本來就要大 誰打誰 對不對 搞不清楚狀況 誰打誰 我認為動作要大 不要說 不要再溫良公儉讓了 千萬不要再溫良公儉讓 國民黨在多數的時候 已經被民進黨打得胡說八道的 現在少數了 如果還繼續秉持議事規則 繼續玩下去 最後這個法案一定通過 我跟你講 我覺得國民黨要玩到 借其不連續 讓他這個臨時會 通過不了這個案子 這才叫國民黨團 這才是為人民把關 如果你連這個都保不住 國民黨團結算算了 所以我認為今天 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要說誰怪誰 這就叫議事杯葛 為什麼要杯葛 前瞻基礎特別條例 本來就是強害全民的法案 就這麼簡單 你知道我聽說有個消息 他們黨內在那邊吵來吵去 我不要提人民 吵的是什麼 有人說有的人就暗示說 某某人吵的是因為 車廂要用德國 他是幫這個德國在講話的 就這種利益的 大家利益在那邊分來分去 然後我不曉得講過 總統府現在只剩兩種人 一種的是 圍著蔡英文 婆婆他他他的人 另外一種 這綠營跟我講 另外一種就是 從前瞻基礎特別計劃 前瞻基礎條例來 拿到好處的人 我跟你講 一定要杯葛到底 千萬不能讓 預算家輕鬆通過 絕對要杯葛到底 我相信今天的畫面 不是大家願意看到的 可是這種畫面 我認為以後 一定會常常看到 因為國民黨一定會強勢杯葛 民進黨不是省油的燈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 大家想看到的國民黨團 我們今天不要再講那種大道理 今天你邱易營看起來很凶狠 大家看畫面 一夫當官 萬夫莫敵 這樣往前衝 你真的覺得國民黨 真的是好欺負的嗎 今天不用男立委了 女立委就站出來 告訴你 對不起 國民黨不是好欺負的 對不起 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沒有辦法讓你說浪費 說綁裝 你想拿就能拿走 人家今天只是揮手 不小心打到你邱易營 所以民進黨不用再來那一套 說國民黨暴力杯葛 沒有 說到暴力 你們才是真暴力對不對 今天我們看 為什麼邱易營的臉 會這樣被打下去 主要就是因為 他們本來要進行協調會 就是要讓行政院長林全 去報告 但是我們看到 藍營出了一個招 霸佔主席台 民進黨立委邱易營活大了 就衝上前去理論 結果就發生了衝突了 我們馬上先帶您來看 還原一下今天的立法院 一人發言25名隊友戰衛兵相挺 只是藍尾林維州講完 一票人馬還霸佔發言台 杯葛義士 台下綠委嗆聲 邱易營直接發動突襲 藍尾許淑華爆氣 一個巴掌直接送到邱易營臉上 但邱易營女漢將的封號不是叫假的 一口氣吞不下 回頭再找許淑華定勾機 互掐對方脖子 混亂中使出連續劑 連旁邊的何氏佬都中了好幾招 國會殿堂瞬間成了女立委對決擂台 對 拒絕審查 拒絕審查 不要連續投票 維法典命 維法拒絕 拒絕審查 邱易營爆衝 單槍匹馬深入低音 結果一秒引爆怒火 藝人大戰 許淑華 李彥秀 雙方拳頭都硬了 真的是拳頭都硬了 大家看到了邱易營民進黨立委 就是一直以來 不把國民黨放在眼裡 我一個人單槍匹馬附會 你敢拿我怎麼樣 來 報應來了 這個叫做一巴掌 而且說真的 也不是真的擺明要打你 衝突混亂當中 這一巴掌 不小心打在了邱委員臉上 那麼打下去 當然委員很不高興 衝突 越演越烈 但是不少人看到這一巴掌 其實覺得滿痛快的 好了 這一巴掌 帶出來的是民進黨 如何在立法院用多數暴力 來浪費我們的納稅錢之外 也看到了立法院長蘇嘉全的蠻橫 怎麼說 蘇嘉全看到蔣萬安 帶了個大聲工 跟人家講說 這裡面不能帶麥克風 如何... 你不要忘記 過去你們那個一分贏成贏 在搞一粒一休的時候 不只帶麥克風 口袋還長迷你麥 包包裡面還有迷你麥 還帶兩個保鏢進去 怎麼沒有看到你蘇嘉全出來 大聲譴責 所以民進黨不用兩套標準 這一巴掌是要答醒你們 告訴你們 國民黨不是好欺負的 也告訴你們 人民的怒火千萬不要輕忽 否則你們會犯大忌 犯政壇的大忌 除了犯國內政壇的大忌之外 來看到現在的蔡英文政府 連外交大忌都敢犯 而且去篡改友邦元首的致詞內容 從昨天到今天 新聞一直延燒 告訴你說 這個巴拉圭的總統到台灣來 慶祝我們建交60週年 大家都很開心 但蔡總統心裡有一點緊張 因為說到處都有澄清抗議 好啦 在總統府前面講話 總沒事了吧 你們總沒有有人來抗議的文章 可以做了吧 但對不起 你總統府外交部 自己丟了個大新聞 自己做了一個大新聞 讓媒體持續對你們進行監督 什麼新聞 來 看到卡迪斯 他在致詞的時候 三度提到了蔣介石 三個字 好 第一段他說 對建立中華民國的蔣介石 我們敬上最崇高的敬意 第二次他說 蔣介石政府在1949年 遷來福爾摩沙寶島台灣 第三段他講說 巴拉圭在1957年 與蔣介石政府建交 人家講了三次的蔣介石 基於的是兩國的邦誼 基於的是歷史的事實 人家有講錯話嗎 當然沒有 那請問你外交部的翻譯人員 憑什麼去把蔣介石三個字 給消音呢 好 消音的內容是什麼 這外交部的翻譯人員 叫王秀娟 其實這個人 跑過總統府 有跟總統出訪到南美洲的 應該都很熟悉 包含我在內 碰過了很多次 他非常的專業 從陳水扁到馬英九到蔡英文 三朝的總統都由他來擔任 西班牙語的翻譯口譯人員 那他怎麼會犯這樣子的錯誤呢 好 為什麼我說他犯錯誤 因為外交部把責任通通推給他 來 外交部告訴我們說 對不起 這是傳譯的書漏 我們會檢討改進 注意到了嗎 人家總統講了三次蔣介石 傳譯人員把他給消音 用所謂的諸多偉人先進來取代 外交部居然把責任 推得一乾二淨 說不關我們外交部的事 都是他 都是王秀娟 都是他自己搞的鬼 我想請問一下 一個傳譯 一個翻譯 一個口譯人員 有這個膽子嗎 第一 我們談到的是 這種口譯是即時翻譯 如果卡提斯講到 蔣介石三個字 王秀娟有這麼厲害 可以馬上即時口譯 把蔣介石變成 中華民國諸多偉人先進 那我只能說 他的即時翻譯能力太厲害了 但這完全不合理 換句話說 根據外交慣例 這一份文稿 卡提斯講話的文稿 都會先給我們的政府高層看過 哪些高層 第一 當然就是外交部 甚至我指定點名 包含你外交部長李大維 你大概都知道 卡提斯要講蔣介石 第二 到國安會 你國安會的秘書長 大概八成也知道 卡提斯要講蔣介石 有沒有可能這個講稿 從外交部到國安會 直接送到蔡總統的面前 那還得了 看到蔣介石三個字 不暴跳如雷 不氣到歪掉嗎 那怎麼辦 蔡英文 國安會務部長 外交部長 你們又不敢去跟卡提斯講說 拜託 我們不喜歡蔣介石 你張稿改一改 不要聽蔣介石 我們不愛 你敢嗎 你不敢 不敢怎麼辦 不敢就指揮一個傳譯人員 去篡改友邦元首的致詞內容 把蔣介石自動消音去講話 換成了諸多為人先進 所以我要問的問題是 外交部 國安會 總統府 不要把責任 推給一個小小的翻譯人員 他只是戴罪羔羊 他只是幫你們背黑鍋而已 你們三位請問 是誰指示要把蔣介石 換成諸多為人先進的 外交部 國安會 總統府 要不要把事情講清楚 我剛剛說了 你們很爽 覺得說好聰明 你看我們把蔣介石自動去講 自動消音 爽 民進黨好開心 但我告訴你 這就叫犯了外交的大忌 前外交部長陳建仁就告訴你了 他說堂堂友邦元首的講稿 你還敢改 你根本是大錯特錯 你現在在台灣拼命的搞去講話 那麼跟日本把八年抗戰 日本對中國的入侵 對中國的施壓 對中國的暴力 寫成進出日本 有什麼差別 你們還要繼續搞去講話 搞去中話 想要向美國靠攏嗎 但對不起 之前讓你很開心 那個消息叫做 美國軍艦可以例行性的 停靠台灣 那也是美國的參議院 軍事委員會做出的一個建議 做出一個決議 可是美國的國防部白宮 根本沒有同意 現在AIT的理事主席 莫劍就出來打臉了 他直接告訴你台灣 告訴你美國政府 告訴中國大陸 對不起 這件事情 軍艦力行性 停靠台灣 根本不可能 因為太危險了 蔡英文政府 美國夢 該醒了吧 還有法國媒體 也直接點名 說你蔡英文 就是一個挑戰北京的總統 還說 上一個在華人事件 出現一個權力這麼大 但卻如此驕傲蠻橫的人 是七世紀的武則天 所以我們以前 把蔡英文比作武則天 沒有錯 因為連法國媒體 都這麼報導 美國 法國都告訴你 如果背離了中國大陸的話 台灣不會有好下場 但你台灣的總統 國安會秘書長 外交部長 還拼命的再搞去講 搞出事情 犯了大忌 自己不承認不認錯 還想找一個代罪羔羊出來 你們到底有沒有資格 當人家的長官 你們到底有沒有資格 繼續領導台灣呢 好 繼續 我們再來看到 如果沒有資格 是不是當蠻橫已成事實 革命就是義務 但是在革命的同時 蔡總統真的有夠怕死人 所以昨天我們告訴你了 火力隨護車 可能要重出江湖 政府上頭有步槍 有衝鋒槍 還有各類型的反恐裝備 就是把這一切奉公守法的 退休軍公教 反年金的承抗人員當成了恐怖分子 蔡英文政府要把槍口 對準台灣人民 今天更離譜了 蔡英文在早上的時候 要陪巴拉圭總統卡提斯 到高雄去參訪 高雄是你自己的地盤吧 陳菊 菊神 花媽 在高雄 寒水會解凍 結果現在 你居然一樣動用簽名警力 而且還要把輕軌給封起來 據說封的路的面積長度 長達兩公里 兩公里有多長你知道嗎 兩公里會阻礙多少人民的 交通便利性你知道嗎 早上10點多 從9點 8點開始銷管 人家要上班 我輕軌不能坐 我馬路不能開 到處是巨馬 到處是警察 然後陳菊出來告訴大家說 這是保護友邦元首的必要措施 請問你確定這是保護友邦元首的必要措施嗎 你是要保護友邦元首 還是要保護我們的蔡英文總統呢 連火力衝鋒 隨呼車都要出來了 連衝鋒槍都要出來了 連狙擊槍都要出來了 連長槍都要出來了 連防暴犬都要出來了 這樣子的大動作凸顯得只是 因為你不得民心 所以你必須用槍 用巨馬 用警力 用特勤為安 用霹靂小組 把人民隔絕在千里之外 你才會覺得放心 才會覺得自己很安全 除了在高雄之外 下午卡提斯到台南 陳建仁陪同 據說當地的警察也認為 這樣子的違安規格 跟大概台灣歷史上 只有圍捕張錫民 或是圍捕陳靜欣的時候 會出現那麼多的警力 跟那麼多的違安層級 跟這麼多的武器 但今天蔡總統卻是拿這些東西 來對付自己國內心有不甘 只是想要跟他陳情抗議的民眾 好了 蔡總統做了這些事情 民進黨政府做了這些事情 讓大家給罵翻天了 但有人忙著跳出來 大喊護駕 而且變本加厲 是誰 是資深的媒體前輩 周玉寇 可可姐 他怎麼說呢 在政論節目上 他提到說這些人太過分了 如果他們的動作 有危及到 援手總統的生命安全的話 應該怎麼樣 現場格殺物論 聽到了嗎 周玉寇告訴我們 說這些人 不過想平和表達 理性抗爭的這些人 如果有危及總統安全的舉動 應該要現場用衝鋒槍 用步槍 用狙擊槍 或者是開著火力水護車 把它撞死 現場格殺物論 這樣子的論點 乍聽之下好像有道理 但其實深入探討 第一 我想告訴可可姐的是 這些人他們都是奉公守法的軍公教 他們的舉動 頂多是讓蔡總統覺得有點吵雜 人有點多 有點煩心 不會有人去危及到 總統的生命安全 所以所謂格殺物論 是絕對不需要發聲 也不需要用這樣的字眼 來恐嚇台灣人民 第二 我要告訴你的是 過去馬英九被鞋子丟 被書丟 那個東西才有可能 危害總統的生命安全 當時我怎麼沒有聽您出來 告訴馬英九總統說 你們國安單位太軟弱了 這些丟書的 這些丟邪的 通通抓起來 格殺物論 怎麼沒有聽到 有這樣子的論點 以前對馬英九 怎麼侮辱都沒關係 現在對蔡英文 我都已經被你擋在親裡之外了 你還要拿槍來對著我 還要告訴我說 你們要是敢踏進來 我就把你們格殺物論 這是什麼樣的政府 這是什麼樣的施政風格 如此的政府難怪會失民意 也難怪今天在立法院裡頭 敘書花這一巴掌 打著大家大快人心 大喊痛快 接下來把時間換個疫情 我們還是要從 敘書花的那一巴掌 打出了台灣人民的怒氣 打出了台灣人民的心聲 打得民進黨應該要好好檢討犯行 好 謝謝佑正的今日最大掛 我們剛剛其實在這個報道當中 也看到了立法院 在今天這個衝突的場面 我想先請歐富您來還原一下 就是當時好像就是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他們就是先霸注了這個主席台 這是一個策略對不對 然後結果這個邱憶營 好像一夫當官萬夫莫敵 他就衝衝衝一個人 就這樣衝上去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是這樣的 國民黨他守住這個主席台 等於是一個保衛戰 幫全國人民要看好荷包 所以就由林維州組成 大概有二十幾個人 就把這裡守住 希望他們不要進入審達情況 這時候習慣性當前鋒 有用這種叫做 騎金五銀角的這個人 就叫邱憶營 他就一副那種 水浮傳的孫兒娘那樣子 大啦啦的走上去的 然後只是沒有帶菜刀而已 走上去以後 他就一副要踢館 這時候 李彥秀就趕快跟在後面了 因為以防止 他做很多過激的動作 為什麼 因為前面主要是男生多 他用女生去攻的時候 男生只要隨便碰到那個地方 他就說非禮了對不對 所以必須由李彥秀 趕快跟上去 這時候許淑華也在這邊 所以你仔細看 許淑華並不是主動先打他巴掌 不是的 是邱憶營出手了以後 我們看那個畫面 他拉了他的頭髮 你拉頭髮 我只能讓你放手 必須手揮你 看到了這畫面是 邱憶營先動手 拉來拉去 就搶一下東西 如果他不回手的話 他會倒中拆你知道 倒在衝 倒在衝 他只要一翻過去 有可能頸椎會受傷的 他必須要還擊 這一還擊正好還得非常準 都非常精準的一巴掌打中了 所以就使得大家覺得說 吐了一口氣 為什麼 因為過去老是被邱憶營 踹門的踹門 散巴 散巴掌 吐口嘴 口嘴 罵人的罵人 連我都被他罵過 連我都在公聽會現場 被他罵過 所以這真是剛剛好而已 而且他用力氣去抓 我不要講說抓女生 因為女生頭髮是長的對不對 就算是我們這邊 籌髮是短的男生 你用力去抓人家頭髮 都是非常疼的 他當然只有第一辦法就是 揮過去 讓你停止 所以這裡面的原始畫面是 許淑華其實是一個 防衛性的動作 而不是一個攻擊性的動作 他們是要制止他 首先是要制止他 攻擊主席台 第二是要制止他使用暴力 才有這個一巴掌 沒辦法嗎 要制止暴力罐犯 習慣使用暴力的人 來使用暴力 我們只好暴力反制 不然怎麼辦 所以為什麼過去 國民黨有一些 比較激烈的舉動 支持者可能會覺得說 國民黨你也不要跟人家 一般見識 人家暴力 你不要跟人家當暴力犯 但今天這一巴掌 沒有人說不好 也不是說我們鼓勵暴力 但沒有辦法 只有用暴力 才能以暴制暴 不是嗎 況且也不是真的要暴力 真的就是不小心打到 為什麼不小心打到 因為還是你邱委員 先上來 挑釁先上來 去拉扯人家 自我防衛 這也無可厚非吧 委員 實在不好意思 我在立法院幹了這麼久 我沒有打過架 所以大概也有資格 講一下這種話 因為我自己 不是好打的人 這個說實話 在國民黨 你有講暴力兩個之間 民進黨譴責國民黨 你去做一般百姓的民調說 你認為暴力黨 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我現在人家會選擇民進黨 不會選擇國民黨 才有良心的人 因為你看這個以前到現在 我在立法院看太多次了 要不讓院長主持院會 可以拿強力交 把院長要進出門 把他鎖住 然後再加一個大鎖 鎖磨車的大鎖 然後再把椅子疊得像小山這麼高 所以後來太陽花 就學民進黨了 就這樣子 所以民進黨 而且在打架來講的話 這打最多的其實是民進黨 而且最狠 所以以前國民黨 人多沒有辦法投票 民進黨就霸佔主席台 然後他打架就 沒命的跟你打 有一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張勝文 那時候他在國民黨 他打下去 你要拿竹竿戳他 他眼睛差點被戳下 我可以跟你講 所以你講 你覺得哪個政黨比較暴力 第二個就是說 你不要去挑釁人家 你人少 你挑釁人家 人家覺得你勇敢 你現在人多 你也挑釁人家 對不對 人家藍軍的集合在那個地方 你一個人 好像這個排打直路 如露無人之盡 你遲早會踢到鐵板的嗎 遲早 已經是太晚了 遲早會踢到鐵板的 你怎麼樣 你什麼都不怕 你往前走 你就要衝擊人家 衝撞人家 人家寫的標語什麼這些東西 其實不要去隨便撕掉人家的標語 不要去把人家標語移走 因為這個人家 這是很努力做的 而且這是遊戲規則 你可以拿你的標語 我可以拿我的標語 你舉你的牌 我舉我的牌 不要去破壞人家的東西 尤其藍軍已經覺得 非常的委屈了 你這些工程是怎麼搞的 鐵道工程 我這邊有一個圖給大家看 它這鐵道工程 它有一點 其實真的是亂編的 就是說它很多的鐵道工程 譬如說像三陰縣 大家都很熟悉的這個三陰縣 這個三陰縣 其實這個工程 早就已經在開始做了 103年就已經在招標 就開始做了 結果你現在中間紅刀奪愛一樣 他說怎麼做 就是說像捷運是這樣 如果從台北市跑到新北市 因為萬華的萬大縣 也通到新北市 是我最早推動的 那就按照比例 你台北市出多少錢 新北市出多少錢 然後中央出多少錢 如果都在新北市 新北市要出的比較多 然後中央也要去補貼它 也要幫忙出錢 你看三陰縣已經在動工了 你們看到這個建築物 圍了這些鋼筋 你看到沒有 這是其中一個而已 你再看另外一個 這麼大的工程 103年 工程有的工程就已經招標了 103年就已經開始動工了 你紅刀奪什麼愛 民進黨就這樣子 我講不要臉就是真的不要臉 欺世盜民 他現在要覺得他要連任 他現在就要告訴你 我替你們做多少事 蔡英文可能下次到了新北市 他演講他就講 你知道你們那三陰縣 沒有蔡英文 你們沒有錢可以做了 開玩笑之後沒有做 早就動工已經在做了 這個錢還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就在動工 國民黨的錢也下去了 中央的錢下去了 然後地方上新北市下去 然後中央政府的錢也下去 已經動工在做了 你就按照當時講好的比例 每一年新北市政府 你自己出多少錢 行政院你出多少錢 就這樣一直往前推就好了 他現在不是 突然間把人家躲過來說 我來做 中央我給錢 你中央給的錢也沒有更多 然後地方上給的錢也沒有更少 可是名字叫做 8800億的鐵道工程 軌道監測 就變成你蔡英文一個人的功勞了 朱立倫當然是不爽 誰也會不爽 我搞到半死你在做的東西 你紅刀躲外 所以現在是變你的 這叫做氣勢盜明 這是完全是不對的 所以今天你去看民調 今天國民黨的人 假設民進黨的臉皮也真厚 等一下就是罵國民黨 就覺得你上個禮拜 就隨便亂放水一樣 雖然不是放水 至少是被人家騙了 你逃禮的戰場 你活該被罵成這個樣子 所以民調也搞得很低 所以他們這些人現在改過千散 現在民進黨這叫 國民黨這些人要代罪立功 對 他也沒有去打你 他就圍在那個地方 這是遊戲規則 你去問你去挑釁人家幹什麼 你衝到人家藍軍的隊伍裡面 去做什麼 是不是 你自找的 對不對 你到人家的陣地裡面去 逃打 你覺得人家就讓你這樣衝撞嗎 他應該是希望被打 你現在是人多的時候 你要有一點容忍 就像國民黨以前對你 國民黨容忍到什麼程度 現在國民黨真的很可憐 說要視線 沒有人幫他連署 民進黨不連也罷 親民黨也不連 國民黨以前你去回頭看 民進黨有提休憲案 國民黨有些人來幫你連署 說你去試 試得過算你的嗎 我至少展現了風度 我們也幫你連署 但現在你民進黨 你不幫人家連署 視線也走不通 沒關係 那你今天像這個場合 你人多了 你就要謙虛一點 讓人家充分的發言 對不對 然後你再來投票 結果你不是 所以今天局面這種東西 我講許述話 一點錯都沒有 好 我們談到立法院 我們馬上回來 我們要談另外那個話題 那就是去講去得很徹底 蔣介石 是一個不可說的佛地魔 你在台灣裡面 犯了人民的大忌 到外交場合上 你去犯了外交 去犯了友邦元首的大忌 蔡英文真的是 往底走不通 往外 你也想要撞牆嗎 休息一下 身為一個專業的外交官 是不會隨隨便便 去改人家的演講的 致詞內容的 更何況這個演講的人 還是巴拉圭的總統 他是一國之元首 這個根本就是犯了 外交的大忌 那麼為什麼會把 人家講了蔣介石 居然都沒有把它 好好的翻出來 這個裡面改來改去 其中還講諸多偉人先進 怎麼會是這樣子一個翻譯 來 我們來請教一下志強 其實我覺得講是丟臉 而且非常的失禮 你要講真的滿可悲的 為什麼你看 一個巴拉圭總統 既得中華民國的歷史 但是一個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 努力要消滅中華民國的歷史 你看不是覺得很可悲嗎 也很可笑 你先不要講歷史這個是 事實就是事實對不對 蔡英文政府上來之後 他努力要什麼 消滅中華歷史 要篡改中華民國歷史 開羅宣言他都要把它拿掉 國父遺囑他也不念了 國歌唱得哩哩啦啦 基本上是什麼 他根本就不想要 中華民國歷史 可是現在中華民國歷史 在他眼中是眼中釘不夠 他要跑去篡改人家 巴拉圭總統的演講講稿 那我就真的是覺得太過分 這是最基本的外交禮儀 我說實在話 巴拉圭總統 你今天在致詞的時候 你講到蔣介石 又怎麼樣 你翻譯出來又怎麼樣 那是巴拉圭總統講 你再怎麼討厭蔣介石 那巴拉圭總統講的 關你什麼事 結果你杜亮小道 你要連這個句話 連巴拉圭總統講的話 你都要篡改 我就覺得這個政府 真的是很有事情 另外我要特別講一件什麼 事實上這個講稿 因為我在總統府工作過 事實上翻譯的工作 遇到像軍理這麼重大的場合 一般是 第一個總統的講稿 就會先給翻譯 為什麼 因為他希望他精準的 先準備好 到時候翻譯不會出錯 第二個友邦元首講稿 其實一般來說 在至少馬政府程序下 一般來說也會給翻譯 為什麼也是讓他 有一個提前準備 所以這個講稿 基本上應該是事前拿到 好 如果是事前拿到 下一個問題是 誰來主導說要去篡改 八規總統的講稿的 只有三個人的可能性 一個就是總統府 一個就外交部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翻譯本身 我認為翻譯本身的幾率 真的是很小 因為他不至於說 連這個他都看不到 如果是總統府的話 我就跟大家講 蔡英文你真的是糟糕到一塌糊塗 沒有杜亮 也不知道什麼叫禮節 如果是外交部的話 那是什麼 那就是揣摩上意的結果 拍馬屁 可是你今天外交部我要講 外交部的話 你外交部是外交的單位 是個專業的單位 你難道不知道 篡改其他國家元首講稿 是一個很實力 很嚴重的一個事情嗎 今天就算總統府 有指令下來 你也應該要根據專業 具以力爭 跟他講說不可以 這個事情真的勸告你不要 你要至少要做這個勸件 如果說總統府 沒這個指令下來的話 那你就是官方向 你就是什麼 就是揣摩上意 抱大腿 抱大腿 好 我要問了 為什麼外交部要抱大腿 保官位 保官位 為什麼 因為你蔡英文 國父遺囑不唸 你看到孫中山你就討厭 你那個開國宣言 都要把他篡改 所以我看他這樣 我怕說萬一他上去講了 不是一次 還講三次 蔣介石 你蔡英文一生氣 我怎麼辦 所以變成到最後 就是一個馬屁文化 然後就為了要自己 保自己官位 結果就這樣用這種所謂 践踏外交專業的方式 來去迎合蔡英文總統 這種例子說真的 不只是這一件 多得很 像之前原住民去表演的事情 也是一樣 也就是揣摩商業 怕說我們都沒有人是局外人 蔡英文看得不高興 也變成他整個總統府裡面 現在就是什麼 就是只怕蔡英文不高興 但是不怕什麼的民眾不高興 也不怕外國元首不高興 我只要蔡英文高興 他們通通都高興 對 這是滿可悲的事情 來 我們這是 志強把整個脈絡講完了 講得很清楚 我們分段分段來談 我們先談 為什麼叫犯大忌 外交人的翻譯 有三個字很重要 叫信 雅 達 你的信 當然你的可信度 你這個翻譯官的資歷要夠 雅就是你要很優雅的 去把人家的外語翻成 中國的用語 台灣人聽得懂的用語 答 最重要的叫做答 就是你要精準的翻出 人家想表達的意思 結果今天我們的外交部 信 雅 達 沒有做到之外 連當傳真機 完整翻譯的功能都沒有 這離不離譜 今天這要是發生在美國川普 美國總統川普的身上的話 一笑大歡被世界各個媒體 報道炸掉 那是因為今天你在台灣 沒有人在意你們要不要去講 但是在外交禮儀上 兵哥 你就是犯大忌 你就是丟盡台灣的臉了 我覺得這不只是 犯大忌的問題 第一個對友邦的元首非常失禮 第二個 如果這是蔡英文指使 這種總統你要他幹嘛 這根本是個廢物 如果說不是蔡英文 是外交部的話 你在古代叫欺君 欺君滿上 這欺君之罪 對 這是大罪 要不要格殺勿論 這個要滿門操展 豬九竹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去要做這種事情 蔣介石有這麼不堪題 我剛剛查了一下 巴拉圭是1947年 1957年跟我們建交的 當時就是老蔣總統在的時候 所以人家會提到他很正常 我老實說 奇怪 中華民國過去有這麼多總統 你不能因為你不喜歡他 就希望人家不要提到他 就好像袁世凱 曹坤 你不管人家是會選還是謝國 他都是 曾經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們課本上 也都沒有把他抹煞掉 沒有說那個不干我的事 那個是個法國人跟我沒關係 人家沒有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政府 很可怕的一點就是 他在從各種領域 徹底的要把中華民國 從人類的記憶裡頭抹除掉 我覺得這就非常恐怖 包括課綱 包括在連外交辭令這種 基本的一個 我老實說一般人民根本不會去 注意這件事情 我老實說今天假設這個王秀娟 他真的直接翻譯的時候 講出蔣介石這三個字 就算你講了三次 你覺得中華民國有幾個人 會聽到這件事情 有幾個人會去注意聽這件事情 我覺得根本就誰在乎 我講比較內閣一點 法拉圭總統來台灣講什麼 你覺得中華民國有幾個人在乎 對 就你們自己去給他去講話 消音反倒大家都在乎 你們根本就要自嗨然後嗨過頭 反而贏得舉世皆知 那不是一個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我就覺得 我真的覺得可以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你要主張台灣獨立 你要抹煞中華民國 你要推翻中華民國 我覺得那都是你支持的 政治主張 你明著來 不要搞這種小動作 不要像一個美種的人一樣 每天偷偷在那邊弄個一個兩個 然後自己在那邊嗨了個半死 然後真的又不敢講 我老講民進黨 現在到底在怕什麼 執政是你在執政 國會多數是你多數 你們又自認為年輕人都支持你們 趕快修憲 趕快把中華民國廢除掉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搞這種小動作幹什麼 而且我說真的 你們恐怕要稍微想一想 如果巴拉圭年蔣介石 都還記得的話 等你們一旦 把中華民國廢除掉 你們準備成立台灣國的時候 巴拉圭要不要跟你們建交 這是一個大問題 會不會你們現在這20個都沒有 我覺得這個還是滿值得考慮 你要知道這20個國家 跟他建交的國家叫中華民國 不叫台灣民主共和國 也不叫台灣國 你們那個是根本不存在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 荒謬的一件事情 一個作為元首 或是我們的外交部的官員 會需要去抹煞 我不認為這是王秀娟的 個人的問題 一個資深的翻譯 他不會去做這種事情 他也不敢 對 他也不敢 他沒有必要去做這種事情 我想講蔣介石 連續講9次的話 他要從2002年到現在 我相信中華民國過去的領袖 他也講過好幾個人 對 我相信他不會在意這些事情 所以為什麼一個 政府要在意去講一個 過去的領袖的問題 你可以不贊同他的作為 你可以認為 甚至你對蔣介石有任何批評 我覺得那都是你個人的問題 可是要把它 從人類的記憶中去抹煞掉 我覺得這個完全就是一種洗腦 就是民進黨過去一直在批評 國民黨的洗腦 實際上民進黨現在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要徹頭徹尾的洗腦 對台灣這些年輕人的洗腦 台灣這些白癡年輕人 每一個都還相信他們 然後跟著他們喊說 過去國民黨洗腦 什麼叫洗腦 我覺得這根本是荒謬的一件事情 歷史 老實講 那是一個國家的定位的問題 歷史是不容隨便抹煞 蔣介石不管你願不願意承認 他是曾經在台灣的領導人 就好像我們不能不承認奎一 荷蘭長官是台灣的領導人一樣 在當時正能官沒有打垮他之前 我相信很多像林昌佐這種垃圾年輕人 一定會告訴我奎是誰他不清楚 不知道還沒聽過 Google一下 這些人根本實質上 根本不關心台灣 他們從來對台灣的歷史都不在乎 因為台灣歷史對這些人來講 永遠只是一個鬥爭的工具 就跟這次外交部的事件一樣 所以我拜託 你們好歹現在選擇 叫中華民國的官員 你選擇叫中華民國的總統 不要再丟中華民國的臉 要丟丟你台灣國的臉 對 賓哥講一個重點 為什麼卡提斯要講到蔣介石 因為對巴拉圭從1957年 跟我們建交的那個將軍 那個獨裁的將軍開始 跟我們的 他們建交的對象 叫做中華民國 叫做蔣介石建立的中華民國 叫做蔣介石 帶到台灣來的中華民國 對不起 不是你台灣國 也不是你台灣人民共和國 也不是你搞台獨之後 搞出來一個隨便什麼 亂七八糟的國 錯 人家跟你建交 是因為你是中華民國 是蔣介石帶來台灣的中華民國 這個對我們來說叫做歷史 以前是這樣 現在不一定要這樣 但是當你連台灣的總統 歷史你都不願意尊重的時候 難保以後巴拉圭想說 你們不是中華民國了 對不起 我跟你說拜拜了 我不要跟你建交了 對 我跟你講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這位王秀堅女士 就跟我認識以前 我跟同事一樣 他的出身背景就是 他的父親是外交官 他到處去 所以他 其實我們認識的人 包括我那位同事 他懂西語 懂法語 懂英語 他們都經過相當完整的歷練 所以不可能聽不出來 這個卡提斯總統講 蔣介石這三個字 而且蔣介石三個字的發音 跟中文差不多 英文 西文 圖文 對 都英模一樣 都一樣 都是John Kasher 剛剛又要講一個重點 這個傳譯要信 亞達 你知道為什麼卡提斯要提到 蔣介石 除了我們跟他建交60年之外 民國64年老蔣過世 在1975年 也就是民國65年 八國國會通過了一個 叫604法案 在他們的首都亞松森 有一個叫做蔣介石大道設立 各位看一下 蔣介石大道 裡面有這樣的中式糧庭 這就是蔣介石大道 各位再看 這張本來不想秀 秀得怕又被人家砍頭了 蔣介石大道裡面的蔣介石銅像 人家巴拉圭有蔣介石銅像的 巴拉圭的蔣介石銅像 這是為什麼卡提斯要 三度提到蔣介石 相信老蔣對於巴拉圭的 相關的援助是不遺餘力的 所以他們當地人非常感念他 甚至當地的反對黨說 把他弄掉 當地人民說不行 這是我們休憩的地方 他們也不曉得 這個到底過程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這是當地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休憩也好 文化的一個Anyway一個重心 這就是卡提斯 為什麼他三度提到蔣介石 然後他這麼重視蔣介石的三個字 我們的王女士 故意三次都不提到 這是非常嚴重的欺騙行為 這不只是所謂的丟臉 這是欺騙 我問你 下次我卡提斯來 我講蔣介石 我怎麼知道你不會翻成蔡英文 你會翻成陳水扁 你會翻成李登輝 這種程度不一樣欺騙 都是欺騙 你知道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我再強調 絕對不是王女士翻錯 也不是要故意翻錯 一定是被人指使的 這種東西沒有什麼好講了 就是被人指使說要拍馬屁 不管是外交部也好 不管是總統府也好 不管是國安會這樣 Anyway 就是要拍馬屁 這種丟臉多到國外去的事情 等於是引起國際的笑緩 國際上報導說 你這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會發生這麼簡單的錯誤 這就是我們成為一個 馬屁治國的國家非常嚴重 以後我問你 我最後要講 請問卡提斯回到國內 看看我們國內的報導 看看我們大政大報告說 什麼 我蔣介石沒有被人翻成中文 到底蔡政府在幹什麼 你覺得他對於蔡政府的信任 會不會降低很多 連這種事都要拿來拍馬屁 很惡劣 我覺得非常惡劣 然後外交部還說 我們要嚴重檢討 檢討個屁 我跟你講 你們不是支持者 就是知情人士 不要跟我來這一套 我們會嚴重檢討 這種連我們 如果我們去當傳譯 我們都聽得懂蔣介石這三個字 我們那麼資深的 連任三任總統的王秀均女士 會聽不出來蔣介石這種發音 而且是剛剛佑正講 這跟中文發音幾乎一模一樣 你竟然故意不翻 這種 我們政府現在這種馬屁 竟然馬屁到 連國際友邦的元首到台灣來 都要拍馬屁 真的 不是去講話 這已經是一笑國際了 我們用這種方式 走到國際上面去嗎 太可笑了 今天你漏翻 漏翻了三次 已經是很可笑了 結果事情出包了 外交部的人還告訴你說 這是我們的疏漏 我們要好好的檢討 把所有的測錯全都推給了一個 非常專業的翻譯官 這個翻譯官簡直就是代罪羔羊 我們稍後回來談談 這個翻譯官是多麼的專業 他的資歷又有多深 馬上回來 好 剛才我們說 為什麼要把這個王秀玲 當作是一個代罪羔羊來講 那麼最主要也是因為 他真的是夠專業 而且其實前外交部長陳建仁 他也有講 所有的這些演講稿 其實都是經過什麼 都是經過審核的 都是準備好了的 所以怎麼可能會是臨時出錯 甚至是所謂的疏漏 外交部現在的回應 根本說不通不是嗎 這個王秀玲非常專業 委員 這個志強應該也認得 我們出過訪的 大概都認得他 他都會跟在這種旁邊 尤其南美洲這些國家 他很專業 我不太相信 第一 他有這個膽子自己改 第二 我也不相信 他是聽不懂蔣介石 最用諸多偉人 來代替蔣介石這個詞 所以我合理懷疑幕後有黑手 委員 你覺得會是誰 王秀玲我們都認得他了 他的西班牙文非常好 中文其實也非常好 這樣的演講稿 尤其是元首 來的公開的這樣的演講稿 大家搞不好一天兩天 甚至三天前 就已經送到外交部的手上了 外交部我想他就會成為總統 或者是因為總統對總統 他們就一份交給總統府 總統一定會交給外交部 尤其要交到翻譯手上 因為翻譯要翻的時候 其實你去看他翻譯 他不是在這種公開的演說 不是他聽完演說他去翻 集集翻譯不是 你有沒有看 他還是看著稿子在翻 他上面早就已經寫了 都已經翻出來了在上面 他只是照著念而已 一個翻譯膽子沒有那麼大 膽子是很小的 他不敢去故意把它遺漏掉 除非有人指示他 這個人是誰 不是外交部長李大為 就是總統府的人 不敢講一定是蔡英文 搞不好蔡英文旁邊的人 他們自己做了政治上的解釋 要做這樣的安排 所以這個我們是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翻譯是無辜的 我們先講一下 為什麼巴拉圭總統 要講三次的蔣介石這個名字 因為巴拉圭當時 你們也講了 當時的確是有一個 你們也可以說是 我們也可以說他獨裁者 也可以說是一個 非常反共的 右派的一個將領 就史托斯納爾 他是執政了整整35年 那段期間 跟我們好到什麼程度 他均然都送到 我們的福星鋼來受訓 我們福星鋼 他有的大概是跟我們軍校伸 有的是來上遠鋒班 其實這個東西是美國人都在支持的 因為美國也希望有人 幫他們顧他們的後院 所以他希望他們的後院 你說這些人是獨裁講老實 這是美國當時最喜歡的人 對不對 不管是秘魯 維拉 這些所謂的有軍人背景的人 你們可以說獨裁者 但是獨裁者是誰讓他獨裁的 是美國縱容的 然後在美國可能穿針引線 也在主動推薦的情況之下 這些很多的國家 當時跟我們邦交 小大利美洲國家 他們的很多的軍人 都在我們這邊授勸 所以你聽他們在講 不是說講消息講真的話 有時候我們這裡的國防部長 或參謀總長 去到他們那裡的時候 才發現 以前來這邊念書的時候 我們這些部長 參謀總長 都早就是已經三顆星的人 都已經四顆星了 那些還是羅伯頭而已 可能只是衛官 最後都是校官 你去一看 有的都當軍長 當總司令 有的是一樣跟他大 就當部長 我們訓練出來 所以大利美洲有一段時間 我們真的是非常吃得開 就是因為有復興鋼的 這一層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現在這個執政的總統 他是屬於中間偏右的 所以當然是對史托斯納爾 他們那個時候留下來的東西 會比較重視這樣一個人 當然在這中間 我們也在經濟援助上面 幫了他很多了 不管怎麼樣 人家講三指蔣介石 表示他是感恩 就是說你們幫我們很多的忙 我們感謝他 就特別記得你們蔣介石先生 因為當他的總統 對不對 史托斯納爾執政很久 我們蔣公也執政很久 所以他們的印象 對台灣 誰當他的印象最深刻 就是江開心對不對 你這樣子不把人家翻出來 我只能這樣講 民進黨這個是真的是 有一點這種 小廟養不出大菩薩這種味道 你現在已經執政了 你在外面也是焦頭爛額 不是兩岸關係搞不好 你在外交上處處碰壁 你在國內就要團結 你要團結 你不能一邊叫團結 一邊拿刀子去戳人家 外交 國防 包括喬務 我們在立法院都知道 要超越政黨了 你今天做這個事情 你在謀殺歷史 就不是超越政黨 你就是不是江開心 是跟國民黨的關係 所以今天你故意不去提蔣介石 你就是非常鄙夷國民黨 國民黨要怎麼跟你合作 你把政黨鬥爭 已經延伸到外交這個去了 不僅是兩岸的鬥爭延伸出去 連國內的 對執政黨要整栽黨 都整到外交這一塊裡面來了 這沒有任何道理了 你在搞政治鬥爭 利用外交舞台 利用外交的場合 在進行政治鬥爭 在謀殺歷史 尤其謀殺歷史 是最賤的做法 我覺得 任何人只要有點良心 有點道德 有點良知都知道 歷史歸歷史 歷史 歷史你不要去碰它 你就它原貌陳列 因為每一個時代 都有一些人有不一樣的解讀 同一個時代 也有不一樣的解讀 但是今天這樣的場合 這麼正式的場合 我們只剩下20個邦交國 哪一個邦交國還不算小 大概700多人 這樣一個國家的元首來 來這裡表示他的感恩 去提到蔣介石三次 你幫人家三次笑音 你就想就是說 不好意思想 什麼樣的政黨 就玩什麼樣的活動 就玩什麼樣的舉動 在立法案就搞暴力 然後在外交的場合裡面 就搞這樣的一個謀殺歷史 我覺得實在是很夠了 所以你看 從內政到外交 我們都在什麼 都在去講 去講的真的是非常的徹底 休息一會先進廣告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談 其實所謂的蔣介石 不過就是歷史的一部分 但現在絕口不提 絕口不談蔣介石政府 然後要去把這個演講稿都改了 這個不就是所謂的 這個篡改歷史嗎 那麼跟過去 這個日本篡改歷史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 不一樣 看起來就是一樣 來 歐富 完全一樣 這個蔡英文簡直是 日本殖民地的繼承人 完全像內藤湖南一樣 就是完全製造一套新的歷史 然後叫大家背 然後讓大家重新信仰 把以前全部都洗掉 如果要這樣子的話 你就直接總督府 你不要叫總統府 你叫總督好了 他現在做什麼事 我給大家複習一下 三軍六校畢業典禮的時候 他幹了什麼事 這個國父的遺囑他不唸 他也不唱國歌 對不對 他也不認國旗 然後他拍出理由說 因為他聲音太小 那聲音太小的時候 他不唸國父遺囑 對 他不唸國父遺囑 然後叫別人唸 好 這個是怎麼回事 我相信他也絕對不會唱 國父紀念歌 這些事情他都已經幹了 不只如此 他也不認我們現在的國旗 也不認我們的國歌 可是 那你為什麼不動用 你的立法委員 絕對都是把國旗換了 把國歌也換了 不就結了嗎 對不對 所以整個國家認同 被他搞成亂成一團 再來他們還幹了什麼事 亂改克綱 改克綱 改克綱就在修改他的歷史 那你知道歷史就是歷史 譬如說 我們今天這五個人坐在這裡 就是我們這五個 那因為你討厭某一個人 譬如說你不喜歡歐崇敬 你竟然把他趕成說 謝南兵坐兩個位子 沒有歐崇敬在 這就是像話嗎 不像話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蔡英文他今天所做的 是完全繼承日本的 統治政權那一套 也就是說他寧願甘心做日本的 後殖民地的繼承人 然後在他的總督府裡面 繼續做 就好像日本的這個 十幾個總督之後 繼續做了事情 然後完全反對孫文 反對蔣介石 曾經為這個國家 所付出的努力 這些他把他一竿子推翻 他似乎要一頭把他斬斷 從李登輝開始 他再這樣下去 他會變成是 馬英九也沒當過台灣的總統 然後所有他討厭的人 都沒有當過台灣的官員 就只有 李登輝 陳靖遠跟他當過 其他人都沒當過 這一種篡改歷史 改克剛的方法 是絕對不文明的 而且是什麼 就是極權主義的心態 最寧靜的 誰幹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毛澤東 他們在文革的時候 幹過這個事情嗎 所以現在民進黨這種心態 是整合日本的軍國主義 跟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完成了一種 新的日本的後殖民地 的一種心態 所以蔡英文 甘心作為殖民地 後面的那種 小小的小蘿蔔頭 也不願意把我們中華民國的 整個歷史 好好的脈絡了認識 如果這樣的話 請問羅斯福大道 要不要把它改掉 如果你也討厭羅斯福的話 要不要改正蔡英文大道 所以這基本上是一種 精神不正常的行為 才會去改歷史 其實蔡英文政府 現在有一個很可怕的危機 或是說很可笑的現象 他們都覺得眼不見為盡 我假裝沒看到 這件事情就不存在 去講事 媚日事 仇中也是 說到仇中 為什麼他們敢仇中 因為有籌碼 美國會挺我對不對 又說賣你武器 又說軍艦可以靠台灣的 例行性靠台灣的港口 可是現在 這個美國夢恐怕要醒了 因為這個美馬視而不見了 因為他講話了 他是誰 他是墨劍 他是AIT的理事主席 AIT相當某種程度來說 講的話比較能夠代表白宮 針對例行性美國軍艦 可以聽靠台灣這件事情 在參議院的軍事委員會通過了 但是對不起 白宮可沒有說要執行 沒有同意這個政策 好啦 墨劍現在跳出來 告訴你說 民進黨不要高興的態度 因為如果這件事情成真的話 第一 非常困難 第二 會構成危險 什麼危險 志強 對台灣危險 還是對大陸危險 還是對美國危險 其實這最簡單 蔡英文自己講維持現狀 為什麼維持現狀最重要 維持現狀包括兩岸局勢 也包括軍事的狀態 一旦說美軍的軍艦 可以停靠台灣的話 事實上對大陸來說 他就是視為所謂的現狀的破壞 所以當美國的國會表達 對台灣友善 這個是一個訊息 但是美國政府不至於 就愚蠢到這個地步 就是把這個所謂的台海的 軍事現狀破壞 這個破壞 你看民進黨聽到這個訊息 非常開心 可是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愚蠢 為什麼 你一旦把這現狀破壞掉之後 實際上大陸 他可以在很多的軍事作為上 對台灣採取很多的一些動作 包括什麼 你可以數很多 光一個所謂遼寧艦通過台海 就台灣人 就已經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 如果包括什麼軍事演習 飛彈四射 諸如此類 都可能造成所謂台灣非常大的動盪 接下來我要特別講的是什麼 就是說其實剛剛在講 我們在講蔡英文政府 今天給我一個畫面是什麼 一隻瞎了眼的鴕鳥 瞎了眼的鴕鳥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 長眼睛的鴕鳥 你看到危險 你還會把頭埋到沙裡去 至少你不動 對不對 不動 以不變應萬變 還是一個解決的方式 可是現在你看 蔡英文政府就非常可怕 為什麼 昂首擴步 他還是大膽往前走 往前走什麼 可是他把他眼睛看不到 所以他在走的過程當中 現在根本就不管台灣 可能面對到困難跟危險 你看這幾個例子 你說墨劍的情況 你不覺得 我們大家不是覺得 實在有非常可笑什麼 很多情況是 外國的人看得到 墨劍他很早就提出警語了 說什麼 台灣這樣的一個年改 這樣搞下去 他就說 你會不會打擊軍心 對不對 你今天在談國防 只有第一件 國防最重要的軍心 是你蔡英文政府 領導去打擊的 連AIT的主席都看得到 可是你今天蔡英文政府 你看不到 同樣的你今天看到所謂的 包括美軍的軍艦 停破台灣的事情 對 你蔡英文政府 整個國安團隊 你沒有去思考到 這件事情 他接下來所造成連鎖反應 跟兩岸以及外交 跟軍事的衝擊 你沒有去看 你先喜之之的對這件事情 表達了一個開心的態度 可是馬上一盆冷水潑下來 墨劍看得比你還清楚 他告訴你說 千萬不要期待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不要說不會發生 發生了對你台灣 也絕對不是好事 因為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你今天看整個國際局勢 坦白講你看到 比如說以北韓為例好了 北韓這麼棘手的問題 現在什麼 美國根本是無法處理的 他完全無法處理 他都必須要藉由 所謂大陸 兩邊來取得一點的合作 他才有可能是 好像找到一點點機會 去緩和這個情勢 還不是解決 解決美國已經幾乎不可能了 他最多稍微緩和 或是給他一點下台階 留個面子 如果國際局勢 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怎麼去期待說 今天美國一個軍艦 停到台灣來 就對你的所謂的國防安全 有什麼樣的一個幫助 那麼更不要講說 今天實際上 整個兩岸局勢 已經遭到這個情況了 你在所謂的一些 維持現狀上 如果性情改變的話 你也等於是讓對方 在大陸方面 他等於有一個更進一步的 動力跟動機來去進行 所謂的更多的一些 一些壓力的動作 所以這個一連串 有沒有看到 兩岸關係走壞 都跟民進黨這種 所謂的瞎了眼的鴕鳥 這種態度 是有很大的觀點 我不知道是瞎了眼 還是故意遮著眼 因為蔡英文一直是什麼 拉攏這個美國 想要把人家當老大哥靠山 眼不見為鏡 沒看到就假裝沒發聲 現在人家講的話 你聽到了 你也看到了吧 所以很奇怪 委員 如果今天莫敬出來講這個話 那麼過去在軍事委員會 通過這樣一個決議 現在有一說是說 那是蔡英文或是民進黨政府 動用人脈的一個動作 好像美國對我們很好 其實根本沒有 你記不記得我在這邊講過 第一天我就說 這個是不太可能 而且我還說 當你做了一點可能的時候 好像有可能要通過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美國的行政部門 會用很龐大的資源來介入 尤其我還講 這些東西 如果像武器的出售 是美國人自己本身 捐放要買的 美國國防部說了就算 你所有涉外的東西 國務院要點頭了 這個就是涉外的事件 所以美國國務院一定會出售 墨健這個人 他現在是在 我先這樣講 墨健這個名字 民進黨是不太喜歡他的 特別是陳水扁 2003年 那時候快要 你幾個要選總統了 民進黨搞什麼 防疫性的公投記得 墨健當時是白宮 亞洲事務的支撐主任 這個國安會 這個國安會 這個亞洲事務的支撐主任 他到官邸見了陳水扁 跟他講 你不可以亂搞的 這個你不要以為說 你國旗 國歌 國號 你不改就OK 你做這個防疫性的公投 你也是試圖改變現狀 這我們是不能接受的 墨健是非常兇悍的 墨健 他以前也來看過 在立法院的時候 墨健他以前是 AIT的政治組合組長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的太太也在AIT 台北的AIT工作 他是非常 就是很認真的一個人 他這個位置做完了以後 他是到大陸去 等於是公使級的這樣一個參戰 後來就是大概到國家安全會議 去當亞洲部的支撐主任 接著他是在外面當了大使 到了尼泊爾 到孟加拉都當過大使 所以這次回來 我要跟大家講 他是接了伯利光的位置 AIT的理事主席 表面上是個退休的外交官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他是完全被國務院一手掌控 今天台北的Moy 這位AIT的處長 叫梅富新 他要講任何的話 沒有國務院的同意 他覺得沒有話可講 他覺得不敢講 第二個 國務院要他講的話 他絕對不敢不講 他要講的話 一定要寫電報 發回去電文 讓美國國務院要批准 所以今天Moriati出來講話 就墨劍 他的英文叫Moriati Moriati今天出來講話 這個我認為是 國務院開始出手 國務院第一個就警告你台灣 這個當然有台獨的遊說團 在那邊推 他就告訴你 我們現在國務院注意這個事 你們最好停手 第二個也告訴其他的人 包括這些參議員們 還有很長的立法程序要過 你們現在只是軍事委員會 要通過 像這種涉外問題 外交委員會的影響力更大 接著眾議院 軍事委員會 他們的外交委員會的看法 接著眾議院的院會本身 最後兩個院如果都通過 還要做下來協商 我跟你講從現在開始 美國的行政部門 會砸下所有的資源 讓這個案子絕對過不了 而且末屆已經事先告訴你 這是你國會自己的意見 對我們行政部門 沒有具欠力 你知道嗎 所以摸架已經高算 你們死了這條心 台灣這邊蔡英文政府 你們不要亂搞了 第二個你們這些國會這些人 你不要蠢蠢欲動 我就告訴你 你們通過我們都不會接受 所以國務院 因為這些議員 跟台灣立委 四議員這些都一樣 他們要服務他的選區 他需要美國的行政部門 給他很多資源 所以美國 為什麼美國國會 美國行政部門 不想要的法案 基本上很難通過的原因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行政部門 尤其國務院 絕對開始會介入這個事 我要簡單的講 美國提升跟我們的軍事關係 我們喜不喜歡 我告訴我們我非常喜歡 我們非常高 我們每一年到美國去 進國防部 跟國務院官員再交換意見 都是希望他們提升 跟我們的軍事的關係 讓台澎金馬變得更加的安全 但是不要亂搞 因為有些東西 你看做一些事 你做不成 卻惹來滿身心的事不要做 這樣的一件事就是 不管是我們主導了 或是別人在主導了 這個是你做不成 然後你會得罪誰 你會得罪了美國的行政部門 特別國務院 然後真正要行使外交權的時候 這個權力是在美國行政部門手上 不是在你國會 所以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就想起為什麼當時 我們在大陸 開始要撤退到台灣來的時候 我們跟美國國務院 處得不太好 其中有一個原因在哪裡 我們動用很多國會的力量 要希望能夠美國做 我們想要做的事 就國務院的官員們 對我們是有反感的 所以這中間行政跟立法之間的平衡 我們自己要哪一年很清楚 當然像台灣關係法 就是因為從老蔣開始 蔣夫人他們下了很多的力量 在華府 在國會裡面打交道 所以這些國會員 看卡特這麼殘忍無情的 對付我們 他們就推台灣關係法 像那個就是我們一定要做 因為這攸關台灣 中華民國的未來 這個就要做 要全力以赴 這個就做 而且得到人民的支持 美國的社會大眾也會支持 所以最後卡特還是不得不簽署 台灣關係法 他沒有辦法對抗 因為是壓倒性的這樣一個通過 所以我覺得 什麼事該去做 什麼事不要做 讓別人做 什麼事別人要替我們做 我們都不要去做 也最好叫他不要做了 像這個就其中這個事 這做不成的 美國的軍艦 如果可以到台灣來靠港 那就是美國準備跟大陸 全面翻臉 全面開幹 你覺得美國會嗎 兩個都是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跟第二大經濟體 全世界軍事最強的國家 跟排名至少排第三 第四的國家 你覺得他們真的會為了我們 去打仗嗎 會為我們搞得翻天覆地的 去鬥爭嗎 不會的 像這樣的事 你反而會讓美國行政部門 對我們有戒心 然後讓大陸更加的恨我們 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同時得罪兩個巨人 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 所以今天美國的政府 看到了蔡英文的挑釁了 所以你看派這個AIT主席 出來警告 而法國的媒體也看得很清楚 蔡英文的挑釁 為什麼 因為法國的快訓週刊 他們在介紹亞洲的 影響力的女性 結果她的標題是台灣 蔡英文挑戰北京的總統 大啦啦的就說 蔡英文是在挑戰北京 人家法國媒體看得 都比我們還清楚 對 但是問題這個挑戰北京 我相信很多人聽到之後 會覺得滿好笑 其實很久以前 有一個國家叫甘比亞在非洲 現在這個國家還在 她當年就亞運說 我只要派1000人 就可以征服中國 她是聽這樣講過 現在我覺得蔡英文越來越像 在甘比亞當時那位 那位愛吹牛的總統 因為你根本沒有這個實力 你應該要扯什麼東西 而且我覺得 像之前美國人家只不過 參議院裡頭的一個委員會 然後通過了這樣一個東西 而且我說真的 我講實在話 一個外國的國家 他自己內部說 我從此以後 我要派我的軍艦 去進駐到另外一個國家 而且沒有爭得我們的同意 然後我們這個250政府 居然跟人家道謝 勾勾勢 對啊 拜託 你是奴才到什麼地步 你才會這樣去道謝 怎麼會有人見到這種地步 我真的是想像不到 人家根本沒有爭得你的同意 也就是說老人要來 你就要給我開著 趕快我開著等我進來 奇怪 居然有國家會去道謝 這是丟人線到一個極致 怎麼會有 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 奇怪台灣人怎麼奴成這個樣子 我說真的 我覺得大部分台灣人都不奴 就是這個總統特別的 奴性特別強 而且這次莫見 為了判你台灣 蔡英文還在那邊 在那邊就是自以為怎麼樣 自嗨 對 自嗨 所以人家特別講得非常清楚 如果美國必須對台承諾 應該是雙向 其實理由非常 你有沒有聽到人家講什麼 如果美國必須遵守承諾 表示美國隨時可以不遵守承諾 也就是說這個承諾 我隨便說出來 你們不要太當真 人家講的就是這個 如果說我要 你要求我遵守承諾的話 就是你要有反應 你要給我報酬 你要讓我們美國覺得有好處 不然我為什麼要幫你 其實人家講得非常非常明白 我們都知道 過去這幾十年 從二十四大以後 美國在全世界 完全只幹一件事情 叫什麼 叫謀財害命 他就是想著別人的錢 錢 石油這些東西 然後你們死人你們家的事 美國一直都在幹這種事情 你對這種國家 當然我們不得不去 依靠他某一些東西 你要對他期待這麼深嗎 我覺得我們 好歹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要把自己做這麼賤好不好 我覺得完全像個 真的是奴才到一個極致人 但是我覺得法國這個媒體 我覺得真的還滿幽默的 他們還選說 蔡英文是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女性 因為我記得之前 也有一個雜誌懸崖 最有影響力的女性 當時上榜的人叫蒲警惠 這個人現在在幹嘛 所以因為沒有了蒲警惠 才輪到蔡英文 會不會兩個下場一樣 這個我是不太清楚 因為蒲警惠 聽說最近在走阿扁的路子 已經開始對牆壁喃喃自語 這個我就不知道 不曉得是不是在裝瘋賣掌 是 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曉得 因為他可以參考一下 阿扁怎麼做的 我覺得這個對他來講是有機會 可是我必須說 然後甚至還有人指出 國外媒體指出說 蔡英文是自從武則天以後 就是華人世界最有權力的一個人 我覺得第一個 這個國外媒體其實不太念書 你最近的一個例子 隨便講一個慈禧太后 也比較強得多對不對 垂天拼正 對 而且我也必須講 其實蔡英文現在有點 在學慈禧太后 他別的沒有學到 慈禧太后有些地方 真的是非常厲害 他沒有學到 他的學到有什麼 義和團的型態 就是不斷去鼓動他下面那些白痴 然後就大家來義和團 台灣天下無敵 全世界都要來幫助台灣 反正八國聯軍 十二國聯軍 二十四國聯軍 我們都打得贏了 反正全世界 到時候我們跟中國一開戰 全世界都會幫我們 他現在就要在灌輸台灣民眾 這種250的洗腦概念 你知道到最後 台灣就被他弱化成一個 真的完全一個白痴的國度 然後我們就傻傻的 被人家統一了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到最後我真的有的時候 真的懷疑蔡英文是不是 中國共產黨派來臥底 我有時候真的這樣想 所以真的滿可怕 我們是不是要先對一個 總統的忠誠度 做一個基本的增加調查 我覺得蔡英文一定不會過 因為他家不是臥底 就是皇民 大概只有這兩種 大概沒有第二種 所以我覺得中華民國 能夠選出這樣的總統 我們真的是滿悲哀 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看 的確我們現在的外交處境 是非常的困難 像我們在這個 不要再期待美國 可以給什麼幫助 然後不要再一天到晚 在那邊就像賓哥講的 在那邊洗腦 大陸在打壓我們 大陸打壓我們 他們都好壞 我們好可憐 所以一旦我們怎麼樣 全世界都會幫助我們 對不起 沒這回事好嗎 諸位代表處 不是又改名字了嗎 現在是輪到80了 蔡總統上任之後 已經是四個了 接下來還有幾個呢 我們還要再一直不斷的說 非常遺憾 我們這邊怎麼多 也差不多就是那二三十個而已 我們有代表處 國家也不多 來 施誠 不會 我覺得 反正那個新聞稿 千萬不要銷毀 同樣的新聞稿 每次斷交個國家 就用同樣的新聞稿就可以了 平均差不多一個禮拜 可以用到一次 對 然後千萬 反正也不會故意辣 你知道我們真的是所託非人 剛剛有先進談到說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奴 沒辦法不這麼奴 因為我們就靠美國 靠日本 人家怎麼說 我們就怎麼做 我們就一定要表現非常好 人家才會喜歡我們 墨劍裡面 這次不只談軍艦靠港的問題 大家就說 你們台灣人 要吃我們的美牛 美豬 要記得 這是當初我們將好的 千萬不要忘記了 美國向來 以他們美國的國家利益 為最高指導原則 其他都是鬼話 所以包括這樣我們的斷交 你覺得美國會幫我們說話嗎 不會的 因為川普現在是 他是生意人 他以經濟為考量 所以他不會干預我們的外交關係 只有我們自己把自己的外交 當內政的延長在那邊鬥爭 所以這種情況會持續下去 所以以前呂秀年說 雪崩式的斷交 現在先是斷交 之前叫斷交 現在叫改名 現在唯一非邦交國 只剩下一個國家 稱我們中華民國 我看那個都岌岌可為 我跟你講 這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不要怪別人 什麼叫做維持現狀 我們一直在努力改變現狀 所以我們自然努力改變現狀 別人就一直跟我們 配合我們改變現狀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種情況 以後真的是 剛剛佑正講 也不用用多少次了 大概就這幾次 然後就用完了就沒有了 就差不多掉光光了 掉光光了 對 然後我們台灣就獨立了 不叫獨立 叫孤立 我們不只孤立 所有的國際的國家裡面 還孤立所有的經濟的這些 這些協議裡面 我們真的成為一個全世界孤立的國家 這樣厲害 太棒了 以後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也不用再自欺欺人 也不用再 在翻譯的時候 也不用再故意蠟字 學生他也不用背邦交國 不是 而且也不會有其他的 邦交國總統來台灣了 所以就不用再故意蠟 蔣介石什麼都不必再提了 這是目前的處境 我要講 軍艦靠港這個事情 非常嚴重 這等於是 表示對岸的感覺 我們跟美國變成軍事同盟 你開什麼玩笑 可是美國會幫助我們 不會的 所以這個消息一出來 我們台灣是雙重損失 第一個 美國既不會用軍力保護你們 第二個 對岸對我們台灣這樣的狀況 也會非常的不爽 請注意 我們台灣有鷹派 鴻派 大陸也有 我們不要逼到人家出重手 他說你在威脅台灣 不是威脅 這就是習近平 現在在大陸的統治 是非常的嚴峻 所以台灣問題是他 現在不想處理的 可是你如果逼了他 一定要處理 我們台灣是自己 給自己造麻煩 所以你說這個 軍事委員會幹嘛 我想我們林委員會很清楚 那是說得出爽的 他也知道最後一定過不了這一關 可是因為有人叫我推 說不定有資源幹嘛的 我只好就講一講 講一講 台灣就 謝謝 真的軍艦要來靠港 太好了 太好了 差點沒有跪下來了 我跟你講我們台灣如果 中華民國如果繼續這樣奴性 兩岸關係又這樣子搞 全世界都會看不起我們 這就是我們現在 所要維持的現狀 丟人憲言 都已經沒有幾個邦交國了 所以人家好不容易 巴拉圭總統來 我們都還不好好地對待人家 把人家演講稿改了改 那麼但是大家說 有 我們有好好的對待他 高規格的維安 但這個維安 是為了我們蔡英文總統吧 我們待會回來繼續談 而且還有人說要格殺勿論 如果像什麼在總統的這個 車隊或是總統的上空 什麼撒農藥 或是其他的那種威脅到 中華民國選出來的 總統的生命安全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國安會秘書長 或是說國安高層 應該就出來說 現場格殺勿論 政府應該想辦法 對於這些 有民有信的人的行動 要提出所謂強力的 你現場如果敢 敢對總統的車隊 有什麼樣的行動 那就要格殺勿論 連續兩天在節目裡面 主持人臉都綠了 就一口講格殺勿論 格殺勿論 格殺勿論 講三次因為很重要 來 蔡世強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現在國家好危險 我們總統好需要保護 否則的話真的是要格殺勿論 有這麼嚴重嗎 格殺勿論的狀況是 這個Coco姐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人 危害總統的生命安全 格殺勿論 但我想問的是第一 這些人被你擋到這麼遠的地方去 你都拿衝鋒槍跟長槍出來了 然後把人家隔了那麼遠 不讓人家進來跟你抗議 還要放話說 你們進來 小心 我就格殺勿論 所以某種程度 Coco姐的言論 格殺勿論 是配合昨天 總統府高層放出來的消息 我們要拿槍出來 然後拿槍出來 我就給你格殺勿論 呼應 這在恐嚇我們 我跟你講 你好兇 我好怕 都在看我手指頭在抖 我好害怕 你真的嚇死我 他這個不算權 他這個在裝子彈 裝子彈 裝子彈 你看說這政府到底怎麼了 進空一公里 火力隨護車 然後移動霹靂牆 下次出現變形金剛柯博文 我大概也不意外 鋼鐵人 你到底是在對付誰 你對付強盜土匪 還是恐怖組織 還是流氓 還是什麼叛亂團體 這些說真的 大部分都是退休軍公教 退休軍公教的年紀都已經滿大的 對 實質上他們軍公教的抗爭 已經在台灣的所謂的 所有的抗爭史裡面 是最溫和的一群 結果你對這一群人 你嚇成這個樣子 你用了所有高規格的東西出來 然後最後把話越講越重 周玉寇這句話 你知道前身是什麼 就是國安單位講的話 他說什麼 我們未來配備這個衝鋒槍 對不對 步槍 要用火力隨護車 來對抗反年改的乘抗 他就是衝著這一群軍公教來 然後告訴你 我把我的衝鋒槍都拿出來 對準你 然後接下來周玉寇就講說 格殺無論 就呼應這件事情 對 我真的覺得是 真的你把民眾當作什麼 我講一個反差的例子 就可以看到周玉多荒謬 很抱歉 我當過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以前大家都已經忘了 以前馬總統出去的維安 你知道被挑剔到什麼程度 有一次我陪馬總統就搭船 從金門搭到小金門 結果我下船的時候 就被記者問了什麼問題 當場我傻眼 他說 我問你 你馬總統的船 明明比前一般的民船 要晚出發 為什麼你先到了 你在老民 就被修理了 比後面 前面 我真的沒看到前面有一艘船 坦白講 只因為你的船出發的晚 比民間的船要早到 他就說你特權 你老民 你搞得民眾不方便 當然還記得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 把馬英九做一個頭版 什麼頭版 說馬英九你看你的車隊 塞車塞成這個樣子 結果路間空空你不走 雨明真道 就打你個整個大頭版在攻擊你 當然後來發現 路間是劃出來的 就根本沒有這個路間 假新聞 標準的假新聞 你看到以前是用什麼方式 在對馬英九 在挑剔 挑到這是骨頭裡 雞蛋裡挑骨頭 連骨頭 挑出骨頭還要去 裡面去挑骨髓出來 就是他用這種方式 可是現在遇到蔡英文 說真的 比起陳雲林那個暴力 那才叫真的要暴力吧 你把人家打得頭破血流對不對 然後把人家包圍得水洩不通 然後搞得什麼死尿其噴的 你這樣子叫做 你這樣子叫暴力 可是今天軍工叫的陳康是什麼 軍工叫的陳康 你今天值得用 這麼大的陣戰去對付 你把整個 還有你把整個的警察 我看那影片 我還看有旁白 就有民眾拍到下雨天 我們的移動霹靂牆對不對 那真的滿誇張的 甚至少出巡 對 網友都看不下雨 旁邊講說真的很可憐 他講那些警察真的很可憐 你這些警察本來 我說總統違安當然要有 可是你搞成全國警力 都在保護你蔡英文一個人的時候 我說你 治安空缺誰來補 誰來付出這個代價 那些警察本來是要來維護治安的 可是今天你把所有警察拿去 進空一公里 進空兩公里 還移動人牆跟著你大街小上跑 你現在告訴我 那台灣民眾的安全 你要不要出來交代一下 格殺勿論這個字 非常非常嚴重 如果按照周日寇小姐 Coco姐的標準 危害到總統安全的人 要格殺勿論 你可以對著這一些 被你擋好遠 而且很守法的退休軍公教講 格殺勿論 以前那些在馬英國面前丟邪的 丟書的那些人 丟書還丟中 格殺勿論八次我跟你講 對 格殺勿論要不要有個先決條件 還說這些如果在軍公教 這些抗議的人員 而且我看也不只軍公教而已 他們只要靠近你 你就開槍嗎 而且格殺勿論 聽起來很像軍法的用語 好奇怪 這個好像遙遠的東西 黑道的格殺令 還追殺令的感覺 你要有個先決條件 就是說你怎麼格殺 譬如說如果說有人拿著拆刀 衝向這個援手 對這個援手來講 造成了利己的危險 而且可能是致命的危險 那你可能說開個槍 人家可能還不會反對 不管這長槍 你也很少看過美國的 總統的保鏢門 說用長槍來開槍打人的 我跟你講 如果說丟個鞋子 像馬總統這樣被丟 被丟說我在現場 在中正區有一個客家園區 那些義民祭 總統來了比較晚 我們幾個說 禮貌上我們應該去接他進來 那個太太就拿鞋子丟他 如果丟鞋子的話 這個小小請問你丟鞋子可不可以 要不要就地正法 要不要格殺勿論 古今中外都沒有 你看他小布希總統 自己閃得多漂亮 對不對 小布希總統在那邊演講 那就拿鞋子丟他 閃過去 不是這丟一隻 丟兩隻 所以他老兄是 赤腳走出去了 丟兩隻 不許就躲這邊 等到再躲這邊 人家還講說伸手繳節 對不對 所以人家在場的 美國總統的水腹很多 身上他們都帶槍的 因為雷根總統 他的任內要結束的時候 到過維吉尼亞大學去演講 叫羅東達 原頂屋那邊演講 那個來了很多的保鏢 我看他們那個 因為我們要回宿舍 學生研究室的宿舍 我們也會進過他 他說都鼓鼓的 可就死上了帶槍了 請問你 當天他用鞋子丟一次 再丟第二次 這兩者之間幾十秒 也就是說 如果哪個保鏢 要開槍的話是來得及 有沒有人開槍 人家有格殺勿論 總統一個人要跌 那個也就後來被人家 抓了丟出去 就這樣而已 這個我會問周一寇小姐 如果用鞋子丟蔡總統算不算 要不要格殺勿論 要不要就地正法 你只要列出一個條例 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我們現在跟甘比亞差不多 跟以前的甘比亞 否則是烏干達 阿敏的時代可以差不多 不如這樣 回到北洋時代 不如這樣子 你開個條件 你告訴我說 在什麼情況之下 可以就地正法 我告訴你 就算他是有哪那個 除了他造成利己的危險 哪槍要開槍 或哪刀子要丟出來 否則你也只有逮捕他 就算他要被就地正法 也要經過法庭程序 不是你周一寇就說了就算 你以為你是誰 你是大法官 大法官有沒有權力 做這個判決 對不對 你今天就是你看 刺殺雷根的人 這個人還要經過 司法程序要去審判了 如果你只有審經病 搞不好還要判無罪 所以我們不鼓勵 任何形式的暴力 但是你當一個總統的人 你現在講這個話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你民調一直掉 掉到心裡都已經六審無阻 慌了 然後又看到這個百姓 這樣子逼近你 你就覺得你很受不了了 你如果講這樣子的話 你去看太陽花期間 這些立法委員 哪個都不覺得受到威脅 後來是 我們是用討論逃出去 總務司那邊打一個電話來 說院長 副院長 你們幾個立委都還在了 現在你們要走路 要到青島局管 然後要走到監察院去 車子要從那邊離開 這樣子 即使這樣都一路被拍打車子 那也沒有人就地正法 也沒有人隔沙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有些事就是民主政治 我在講一次 我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 包括語言的暴力 我都不喜歡 我也不喜歡邱穎的暴力 把法務部人民都踢破 這個我也不喜歡 任何形式的暴力我都反對 但是你今天作為一個總統 你現在真的要去想就是說 為什麼這些已經退休了老人家 要對你這樣子如影水形的 你有沒有應該要檢討的地方 我認為他們不存在 完全是年紀人問題 因為對他們退休軍人來講 你今天把中華民國 搞得面目全非 你這樣積極的要消滅中華民國 老蔣的頭被砍都沒有事 砍日本人的頭 血性道歉 對不對 結果就有事 然後砍了老蔣的頭沒有事 但是這些軍人 這些老軍人 我認為他們今天對你蔡英文不滿 可不是為了這個趨勢 這個薪水的問題而已 是很多的東西 整個結合在一起 結果你們實在做得太過分了 你扣我們的錢 然後你自己花 一億多去修你的官邸 你說沒有錢 卻搞到八九千億出來 要去搞那個軌道建設 所以這個很多的 你讓人家找到理由 去反對你 否則我要神經病 天氣那麼熱 總統你坐在車子裡面 這人在外面 你在裡面喝冬瓜茶 他們在外面被太陽曬 所謂是神經病 要不然這樣跟著你 不付出代價了嗎 沒事做嗎 吃得太空閒了 不會躲在家裡看HBO 所以我認為這些人 心裡有很多的心酸 你當總統的人 你要不要試著了解他們 否則你就大方一點講說 你們對我這樣如影水形的康 也知道是太辛苦 這樣我請不到總統府來 你們兩個一百兩百都不要請 我們在那邊喝著冰冷的水 我們好好談一下 你今天如果做這樣子 我們大家都讚美你 這個時候 我有機會給你們來陳情 來談 如果做不到 做到我來做 做不到的呢 我就跟你們道歉 說有些立法問題 我沒辦法做 你至少展現了誠意 原住民為什麼那麼生氣他 他最好的朋友 原住民的朋友們 為什麼到最後都對他那麼生氣 就是因為你最後連溝通的 那個誠意都沒有 原住民就想到說 原住民在哪裡 在我心裡 如果說 如果說 這樣子跟總統喊狠話 就要拿槍對付 就要格殺勿論 過去這些狀況 剛剛我也講到一些了 2008年布希被丟協 老布希被丟協 然後法國總統也被人家拉外套 馬英九被丟雞蛋 被丟協 被丟輸 然後這個 砸雞蛋 砸雞蛋 然後李登輝被破紅墨水 這些人應該怎麼辦 這不是格殺勿論到朱九卒 我補一句話 你們這些國安人員 你們真的很辛苦 可是你們千萬不要因為長官 或是不相干的人說了一些話 你就隨便開槍 我告訴你 民進黨保護不了你 民進黨不會永遠執政的 你隨便開槍 你到時候 你就到法庭接受審判 你會坐不完的老 我跟你講 你千萬不要隨便開槍 百姓 對百姓隨便開槍 政權是撐不下去的 對 這樣子 這樣子都沒有格殺勿論 請問一下 不管是Coco姐 或是有沒有人請你在節目上 講這些話的那個人 你到底要告訴我 什麼樣的情況下格殺勿論 還是今天我只要丟蔡英文鞋子 我就要被格殺勿論 我丟輸我就要被格殺勿論 我如果丟雞蛋 我也要被格殺勿論 到底怎樣叫格殺勿論 如果你講不出來 那你今天就是在恐嚇台灣人 你再跟我蔡英文嗆聲 你再跟著我 讓我覺得很煩 我就幫你格殺勿論 那個歐傅 我請求待會不要把我消音 因為我是全台灣 少數非常了解Coco姐的人 她現在在家裡面 看我們的電視 她其實心裡面也練到話 我現在把她 把她的OS說出來 這麼厲害 對 太好了 林玉發太配合我了 幫我做這麼多廣告 那個網友真的好笨 我講格殺勿論 他就跟我一起講 其實我就是要掩飾一下 我愛普羅講錯話 今天現在講格殺勿論 大家都忘記了 好極 所以今天開始 但是你提醒大家 對 所以今天大家都講格殺勿論 然後他就去卡格殺勿論 誰會格殺勿論 這個時候 沒有人會跟著他格殺勿論 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於是免費幫他 打很多廣告 然後他坐在哪個位置 他現在卡哪個位置 叫做綠色教母 因為所有原來的綠色教母 都去反對蔡英文 也原來叫綠肚母的那位 呂秀蓮 跟蔡英文已經遠離了 所以綠色教母不見了 現在他想說 他已經很久沒紅了 然後他說他家裡面 他就想說 林玉芳我愛死你了 你千萬不要這樣 對啊 很噁 拜託好不好 我說不能幫我消音 我說我這麼年紀大的公主 你能幫我講這麼好對不對 幫我捧上綠色教母這位置 這太棒了 所以今天預防委員跟佑正哥 幫助了他的忙 我太憤慨了 我覺得你幫的忙比較大 我太憤慨了 你幫的忙比較大 我們不可以幫助他 讓大家遺忘 他隨便罵愛普羅 是什麼假民調這個事情 他根本是信口失望 他今天的所有目的 就是要讓大家忘記 前天愛普羅 他隨便污指人家 假民調 他今天這個 這個話一石二鳥 穩住他綠色教母的位置 然後到底忘記愛普羅 他亂講話 然後他好像一副 台灣的烈士 很悲壯的樣子 一招出來 兩邊豐收 而且綠營那邊都不能罵他 他這下強壯你知道嗎 然後他心裡想說 你一方 你看你選輸了 你知道現在 還是沒有醒過來 我這替你難過 但是你有唯一的說 就是幫我保護 還有那個網友證 又幫了我的忙 太棒了 這廣告費比一億還多 所以我們中了他的記 請各位觀眾 千萬不要忘記 他的信口雌黃 說人家做假民調 以及信口雌黃 他要搞什麼格殺勿論 他以為他是武則天旁邊的 上官婉兒 這都已經過了1300年了 他今天所有講這些話的目的 只有想卡位 因為他最近通告變少了 為什麼 因為網友又上去罵他 信口雌黃 沒有看過人家民調的版本 就亂講話 所以情況就是 他怕他的通告不夠 這下他又卡上綠色教母 所以所有綠台必須請他在那裡 繼續做下去 而我們今天 剛才幾位朋友 正好幫了他的忙 使他晚上的通告 一定有了 本來沒通告了 這下通告接到了 以後 我們要先把他的監紀戳破 然後讓大家了解說 他的這些老伎倆 絕對沒有辦法玩到70歲 他大概僅多剩4年的時間 好 你公車票 不要隨便用半價的票 你現在已經拿半價票了 這樣用大家的公堂是不對的 因為你的收入這麼好 比我們每個人的通告費 都是多兩倍 所以請你好好的改善 修德 講話要有內涵 才會讓新聞界的 像又是這種 消你一半歲數的人 才會對你有所尊敬好不好 別一直扯我 對 好 不過我說真的 這個Coco姐 她可能真的對我們的元首是 憂心忡忡 對這個國安單位提建議 對 提出一個建言 對不對 否則這個 我們今天幹嘛要談他 等一下我們就來談談 我們的高規格 反恐層級的維安 今天出動 稍後回來我們好好告訴你 今天的維安 是如何的滴水不漏 超級擾民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們就來談談 今天小英跟巴拉圭總統 南下高雄 這個維安是升級再升級 搭反恐層級 昨天我們其實有講 這個手槍不夠看 衝鋒槍 驅機槍都出動了 火力隨護車 好 我們來看看 今天上千名的警力 全員出動 還有警方我們也看 架起了巨馬 而且是封鎖長達1.2公里 這個影響有多大 我們待會兒說 還有封了輕軌 讓大家非常的不方便 此外連狗也不得安寧 三隻防暴犬也出來了 說所謂的 圍捕沈進心的規格 報告各位 我看當時 當年圍捕沈進心 也沒有像現在這樣 通街2公里開玩笑 多少人都不用上班了 所以巴拉圭總統 應該有身為台灣通緝犯的待遇 這種感覺 對 不是有方面的待遇 是台灣槍擊要犯的待遇 所以我不知道阿信 你能做的感想 但是我覺得 因為剛剛歐富說 他很了解COCO姐 其實我覺得他錯了 因為周姐以前是我長官 我覺得我比較了解他 好 我排第二 其實 其實我跟你講 周姐會講出這些話來 其實他是很沉痛的 你知道 因為其實他在告訴你們 國民黨你們是什麼 丟失政權的 如果你們當初 像他們一樣 對這些所有抗議的人 全部格殺勿論的話 今天哪來的民進黨 今天哪來的這些東西 早就沒有了不是嗎 那都消光了 是啊 其實我現在來發覺 周姐原來是完全反對 太陽花學運 因為你想想看 周姐他後面有提到 他說你看像美國的話 人家都在規定指定的區域之內 才能夠示威抗議 超出去就要被人家抓走 所以太陽花學運 表示周姐完全反對 因為你衝到立法院裡頭 居然佔據立法院了 這在美國一定 早就被人家拖走了 搞不好也 在美國也會格殺勿論 也不一定 都會 對啊 是啊 所以我現在才發覺 你們真的完全的誤會 可可姐 不過我必須稍微提醒一下 我的老長官就是 因為他特別提到說 如果飛機來總統上空灑農藥的話 然後要格殺勿論 我就覺得 因為現在無人機很多 我不知道怎麼格殺勿論 就格殺勿論那種無人機 你一直拿無人機 那上面沒有人 折斷 我們要把它折斷 我們要把它凝略致死 應該這樣 對 但是我也必須講 沒有那麼容易接近 國安單位其實他們旁邊 都有一些在監測的系統 沒有那麼好 用無人機或其他的方式 去接近總統 沒那麼簡單 但是我也必須提醒 像這一次 你看我們的巴拉圭總統 受到這種槍擊要犯的禮域 1.2公里的危安 其實我覺得不夠 你知道 因為大概差不多一個多月 前才有一個新紀錄 加拿大一個居體手 隔了3.5公里 打死了伊斯蘭國的戰士 所以我們應該要為安 超過3.5公里才會比較安靜 提醒來安靜 真的 而且我說真的 你要知道1.2公里 其實這還是半規格 因為是副總統去了 小英外來沒去了 對 所以總統的話 一定要加倍至少2.4公里 對不對 這樣比較有效 而且我說真的 因為我不知道 蔡總統跟小樓柏道尼交情好不好 以後我建議他出門的時候 最好穿鋼鐵人 鋼鐵裝穿在那裡 這樣才比較安全 美國不清 要不然就找個綠區人 浩克之類的 在旁邊守著 會比較安全 而且我說真的 現在科技其實不斷的在進步 總統如果真的 我覺得大二天 也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還那麼多人為安 其實很辛苦 下一種比較視訊 還有3D投影 你知道 以後你到哪裡去 對 你用VR眼鏡就好 然後就讓大家直接 這種3D互動 這樣不是很好 又有科技畫 又符合前瞻的一種條件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大家應該要從這個方向去想 不要再做這些 很無聊的事情 但是我必須說 你說總統出去會被擾民 多多少都會 我必須講 不管以前馬英九 甚至蔣英國時代 我相信都會 可是那同樣也是一種 親民的表現 尤其是身為一個 民主國家的總統 如果你每天跟民眾 隔了10萬8千里 我老實說你下去巡視什麼 你什麼也巡視不到 你巡視到的都是樣板 都是安排好的東西 那你可以巡視到什麼 我覺得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 真的不要怕被人家 狙擊 或是說怕被人家 人家對你丟協助幹嘛 也不會有人想狙擊他 我老實說 台灣的總統狀況性 真的沒那麼高 而且我說真的 年改那些人 你們自己都講 他們很多軍公教出身 他們很多是特種部隊出身的 他如果真的要對你怎麼樣 你也防不住了 我講實在話 所以 對 所以我說真的 你根本不用去想那麼多 大家也不會對你怎麼樣 尤其你是個女性 人家更不會對你 隨便這樣出手 頂多就是丟兩隻鞋子 飛過去而已 不要去抹黑人家 對 所以我覺得 真的不需要去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蔡總統 你就好好做你的總統 如果你有什麼疑慮的話 說真的以後 我建議你真的全程用視訊 反正你平常也不出現 你也只跟財團這些人見面 但是我必須說 財團這些人有的時候 你不要看 因為財團有各自的利益 有的時候 他們也是可能有危險 我記得 跟這些財團見面 比如說跟徐旭東 跟其他的這些老闆見面的時候 要先脫光全部收聲 然後有一些私密部位也要查一下 搞不好他要隱藏什麼東西 會藏什麼東西 這個時候很難講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 伊斯蘭國的臥底 我們真的要小心一點 不是 而且今天上千名警力 結果後來去抗議的 不是才30個人嗎 台南口號不就結束了嗎 以前馬英九時代 自強最清楚 你只要稍微交管了一點點 你的水屋車 從四輛變成五輛 我跟你講 每個人嚇到歪掉 怎麼樣 你現在總統安全 最怎麼樣 今天蔡英文出來 交管1.2公里 在高雄 結果高雄市長陳居率來講說 這是為了保護 有幫助安全 市民們對不起 請多多包涵 然後你們高雄人 就傻傻的覺得說 沒關係 是為了總統的安全 這兩個標準差太多了 對 實際上真的是 以前在總統身邊的時候 我經常發言之後 他針對什麼 就是你如果交管的時候 交管而已 然後對 他就給你做老名 然後交管的時候 有時候你看 常常又被做什麼新聞 交管對不對 可是交管在過的時候 有時候 不小心會遇到什麼 救護車 你到遇到救護車的時候 到時候你如果一時間 看得晚了一點 你比救護車先過的話 你又挨罵了 所以反正任何東西 把你毛病挑到極點 可是現在他就怎麼 我真的說真的 將來乾脆訂一個 停班停課標準 蔡英文要公了 公關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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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就是整個城市 知道整個區 整個地 你看他就停班停課算 你這樣搞下去 沒完沒了 你要想想看 以前軍公教 我們怎麼稱呼他的 台灣最安定的力量 現在變成你蔡英文總統 最害怕的力量 你真的覺得 有問題是軍公教嗎 有問題是軍公教嗎 你要不要去想想看 你自己是怎麼搞 其實在所謂的年金改革部分 我們很早就看到一件事 就說這一個成本 是蔡英文應該要去想的 一件事情 當然要去想這個成本 要不然 你以為你在那邊 交管1.2公里 人家都不是成本 上班不能上班 搭輕軌都不能搭輕軌 還要被你格殺勿論 休息一下馬回來 好 剛剛也講 的確我們在過去 都是罵馬政府 這個一出來就是擾民 現在蔡英文出來不也很擾民 而且是更擾民 怎麼民進黨都不罵了嗎 超級擾民好嗎 拜託 是 我舉個例子 過去這個 因為我爸媽在的時候警察 他當過金國先生為安 你知道 只要為安過度一點 金國先生會不高興 幹嘛 我要走入群眾 你幹嘛在那邊搞 要是以前馬英九 封街1.2公里 總統府早就被燒掉了 早就燒掉而已 早就供進去了 我要講 剛剛這個 我要呼應一下 這個林委員的話 如果大家日子過得很好 誰願意上街城抗 記不記得這個蘇啟兒電影 黃帝問他說 你這丐幫人數這麼多 那你要怎麼辦 他說對不起 丐幫人數多少不是我決定 是你決定的 所以上街人多少不是我決定的 是蔡總統你決定的 你這樣亂搞 我不得不上街頭 我們這樣老先生老太太上街頭 被當成IS 所以我不曉得 因為我們這個總統 從小就是韓金湯汁出身的 台語有句話叫做 就是沒有辦法 去接受外界一些批評 所以包括他的生活 包括他一切作息 絕對不能夠受到委屈 所以維安要非常的擴大 擴大到什麼程度 當初還記得說 還愛和他整個瘋掉 你都愛和瘋掉 我們大家都瘋掉了 所以現在最好的方式 我覺得韓濱剛才開玩笑 我覺得也是真的 你就要不然就視訊 要不然就每天裝感冒 戒嚴 戒嚴 感冒 不要再出來了 你知道我們只有 六萬多名警察 有六十分之一 每天要陪你在這邊對付成槓 很累 有一千多名警察 每天都要陪你 還包括兵力 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 我們的警察會越來越 有人不想當 我覺得還是不要出來 就待在家裡 然後每天視訊 看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我相信不會有人去成槓 你放心好了 對 這個真的滿奇怪的 因為過去真的是 你只要多一點 因為馬鈴鐺減少的時候 對 你多一點點 這是狡犯耶 就狡犯了 你吃狡犯沒有辦法